明星做月子风波不断!夫抽烟锤强砸电视! 女明星入住月子中心,闹出不少风波! 图翻设杨千佩,佳静雯,陈妍希,赵新言脸书,20180409 日前杨千佩产下女儿瓦宝,住进桃园的月子中心,不料却引发轩然大波 连三爆料只带耍特权,杨千佩不堪媒体舆论,崩溃求饶,可不可以别再乱爆料,我只是个新手妈妈 杨千佩,左,说自己在月子中心并没有耍特权 图翻设杨千佩脸书,20180409 现在的月子中心越来越高级,许多产妇在得知怀孕后,就会开始预约月子中心 不过花大钱可不能当大爷,月子中心为了客人权益,以及婴儿的健康问题,都会制定许多规定,入住的妈妈及家属都得造规矩来 而一人在月子中心闹出的风波也不少 甲敬文2005年生下女儿吴童妹,就被爆和当时丈夫孙志浩在房内争执,还锤打墙壁影响其他人 陈炎熙入住月子中心时,老公陈小静直接在病房抽烟,烟味还飘散到隔壁,其他人都吸入二手烟 医乃书法家赵云,现改名赵新言,入住月子中心时也被爆料,和丈夫在房内大声争执,且连房间内提供的电视也砸坏,让其他房的妈妈们心生恐惧 陈炎熙入住月子中心时,陈小违反规定,在房内抽烟,导致其他人吸入二手烟 图翻射陈炎熙脸书,二千零一十八万零四百零九 赵云去年四月在三重月子中心和当时的先生发生剧烈争吵,爆料指出凌晨时突然听到争吵声音,持续约十多分钟,最后听到一声巨响连电视都砸坏 而赵云住的VIP房就在婴儿房旁,其他房客害怕会影响宝宝,希望赵云搬走,之后他透过经纪人坦诚此事,并表示会负弃赔偿责任